作词 李宗盛 只要我坚信上帝陪我渡过 有谁能阻挡我向前走 无论前面的路有多艰辛 或许对将来毫无把握 天哪靠着那家给我力量提升 相信明年庆认是双出人是我的 会中请站立 让我们一起来问安与赞美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也与你同在 我很欢喜人对我说 我们同王主的殿 来啊我们一同歌颂主 我们要向全能的救主大声欢呼 上帝是灵 我们当以心灵和诚实拜祂 荣耀归上帝 圣父圣子圣灵 赞美归于主 从现在至到永远 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面囚借新诸文 全能的上帝 凡人的心 在主面前无不显明 心里所羡慕的主都知道 心里所隐藏的也瞒不过主 求主用圣灵的感化 洁净我们心里的意念 叫我们尽心爱主 恭敬归荣耀与主的圣名 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 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 哈利路亚 只是耶和华锁定日子 神的恩怡堂欢呼吸了 耶和华一战胜仇敌 战胜仇敌 全体大声欢呼 这是耶和华锁定日子 神的恩怡堂欢呼吸了 耶和华一战胜仇敌 战胜仇敌 全体大声欢呼 一起来 耶和华是我力量 我心中一切的盼望 耶和华是我的诗歌 又是我的拯救 神致命心中全体 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命 要取得圣地积极 我来呈现祢 我来呈现祢 是我神 全体大声欢呼 正是耶和华锁定日子 神的恩怡堂欢呼吸了 耶和华一战胜仇敌 战胜仇敌 全体大声欢呼 一起来 耶和华是我力量 我心中一切的盼望 耶和华是我的诗歌 又是我的拯救 神致命心中全体 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命 要取得圣地积极 我们呈现祢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我心中一切的盼望 耶和华是我的诗歌 又是我的拯救 神致命心中全体 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命 要取得圣地积极 我们呈现祢 祢是我神 哈利路亚 亲爱的父神 我们要感谢主祢的恩典 因为我们知道 神祢永远与我们同在 我求神祢继续来保守 来帮助 无论我们遇见什么事情 在什么更糟糕的情况里面 我们依然的定睛在神祢的身手中 求神祢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谢谢祢的同在 谢谢祢的同在 哈利路亚 祢永远在我生命里 祢自身孟ỡ 尊去求来全顿 祢一手折盖我 引导我走祢的一路 我要仰望祢 我要等候祢 我要向祖高昌爱的时刻 因祢的心事不灭 祢的永恒帮你来扶持我 祢永不放弃我 同渡过 祢永远在我生命里 寸去秋莱全 孤婆 你一手折开我 引导我走 你的一路 我要 仰望你 我要 仰望你 我要向主高昂爱的诗歌 因你的心事不灭 以永恒帮你来扶持我 你永不放弃我 东都国 东都国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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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诗歌 以祢的心事不变 祢永恒帮你来扶持我 祢永不放弃我 我要向主告辞爱的诗歌 以祢的心事不变 祢永恒帮你来扶持我 祢永不放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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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日圆へ 新年も祢永不放弃 新的一年开始 我们2021年大家都幻望今年会更好 Amen 好 我们要更好的日子呢 我们必定要祷告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 所以我们将在1月15号 就是下个星期五晚上 我们8点半有祷告会 在我们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 为整个世界来祷告 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 我们也为着这个疫情的发生的事情 为这些病痛的人祷告 为我们的教会祷告 希望我们在今年我们的教会里面 更多的我们踏出新的一年 踏出在我们的教会 在我们的事情里面去做传福音的工作 把我们的耶稣的爱带进人类人情当中 所以我们下个星期五晚上8点半 我们是Yom Jom在线上的一起的来祷告 所以鼓励大家 在下个星期五我们在线上见面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报告就是 下个星期天下个星期的主日崇拜 是有圣餐主日的圣餐崇拜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大家要一杯 再加你一杯 饼或者面包 或者一些的果汁 或者是一些的葡萄汁 一杯我们领受圣餐 感谢神的恩典 现在是奉献的时候 让我们大家一起 慷慨的奉献与神 我们大家一起为奉献来感谢上帝 主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 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 阿们 经文记载在 新月圣经罗马书一章一至六节 罗马书一章一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 特派传神的福音 这福音是神从前 借着众先知 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轮到他儿子 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说 是从大卫后裔生的 按圣善的灵说 是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我们从他受了恩惠 并使徒的职份 在万国之中 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 其中也有你们这蒙昭 属耶稣基督的人 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慧终请站立 主耶稣的圣福音 记载在马可福音 第一章第四节至十一节 荣耀归于主耶稣 第四节照这话 约翰来了 在旷野施洗 传悔改的洗礼 死罪得赦 犹太前帝和耶路撒冷的人 都出去到约翰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 在耶旦河里受他的洗 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 腰素皮带 吃的是蝗虫野蜜 他传道说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 也是不配的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那时 耶稣从加利利和拉撒勒来 在耶旦河里受了夜汗的洗 他从水里一上来 就看见天裂开了 圣灵仿佛鸽降在他的身上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许悦你 这是基督的福音 赞美贵主基督 很感恩能够从我的休假中回来 我不能够去哪里 所以我都把时间花在我的花园 还有跟我的儿子在一起 我即将会从罗马书开始一些教导 第一个信息的主题是好消息 Gospel is actually a musical based on the book of Matthew Gospel Gospel 这个好消息这个字呢 是一部以马太福音为基础的音乐剧的名字 Gospel is also an old English word which means good news or a good story 它也是一句古老的英文的句子 也就是说好消息 In Greek it means to bring to give a reward for bringing good news 在希腊文中的意思就是 带来好消息 So I trust that you will have a good spell God's spell as you listen to the message 我相信当大家听了这一篇道过后 大家都得到这个好消息 Let us pray 我们一起来祷告 Father God we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e book of Romans 亲爱天父我们要为着罗马书来献上感恩 We thank you Lord that it is your word 我们感恩因为这是你的话语 We ask that your word will speak to our minds 我们祷告你的话语对我们的思想说话 That it will speak to our hearts 对我们的心说话 And it will change our lives 然后改变我们的生命 So that we can be used to ser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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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glory of God Way了神你的荣耀 In Jesus name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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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Romans chapter 1 and verse 16 It says that it is the power of God for salvation to those who believe Roma 1章16节说到神的大能拯救那些信靠他的人 When a person believes in the Lord Jesus Chris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do is we ask them to read the gospel of John 当一个人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 接受他成为他的个人的救主的时候 我们就会让他阅读 约翰福音 As they get to know God a little bit more And as they want to continue We will ask them to study the book of Romans 当他们渴慕更加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鼓励他阅读Romans Romans 我们就会鼓励他阅读罗马书 It will help us to mature in our knowledg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罗马书帮助我们能够在认识神的方面更加的成熟 John Stott says that the book of Romans is the most complete and the most concise writing of our faith John Scott 神学家说到罗马书是我们信仰的最完整 然后最简介的一本书 It is the fullest 最完整 the plainest 最简单 and the grandest statement of our faith 也是一个很辉煌的一个著作 It gives us freedom through Christ 藉着他我们能够 藉着嫉妒我们能够得自由 It gives us freedom from the wrath of God 从神的愤怒中得到自由 It gives us freedom from ungodliness 从不圣洁的生命里面得自由 It gives us freedom of being not separated from God but to be reconciled to God 然后不再与神割绝 但是与神回复关系 We are free from the condemnation of the law 然后从一切律法的控告中得自由 And through Romans we have freedom from our own selfish ego 然后藉着罗马书我们能够从我们的私欲中得自由 Through Romans we also get freedom from death and from decay 然后藉着罗马书我们能够从死亡还有腐败中得自由 And what is most important 然后最重要的 It gives us freedom to serve God 给我们自由去侍奉神 Many great men in the past have come to faith in the Lord Jesus Christ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Romans 在过去有许多的为人就是因为透过阅读罗马书而认识神 Some of them their theology is changed because they look at the book of Romans 然后有一些他们读了罗马书过后他们的神学观被纠正 Agustin of Hippo Agustin 主教 He was struggling with his slavery to sexual passion 他曾经为他的罪就是性欲的罪而挣扎 He was in a garden and he was praying and tears were flowing freely 有一天他在他的花园他在祷告然后流泪 And then he heard a voice saying pick up and read 然后他听到他听见一首歌其中一个歌词就是捡起来读 And he went inside and picked up the book of Romans that he was reading 然后他就回去读圣经 And it fell on Romans chapter 13 and verse 13 and 14 然后他就读到了这一段经文在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至十四节 It says let us behave decently as in the daytime Not in orgies and drunkenness Not in sexual immorality and debauchery Not in dissension and jealousy Rather, cloth yourself with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do not think about how to gratify the desires of sinful nature 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至十四节说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百咒 不可荒验醉酒 不可好事邪当 不可竞争嫉妒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Augustin said that it seems like a light shine into his life 他说他心里好像满意了玉璃的阳光 All his doubts were gone 所有的义云都被驱散 And he became one of the greatest leaders of the early church 然后后来他成为了早期教会最年轻最伟大的领袖 Martin Luther is a monk 然后第二个就是Martin Luther 他之前是一位和尚 他曾经对上帝很生气 因为他觉得上帝看起来是一位很可怕的法官 而不是一个仁慈的救主 他出名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对诗篇的研究 然后他也在罗马书做了一些研究和学习 And he was reading Romans chapter 1 and verse 17 罗马书一章十七节 For in the gospel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s revealed A righteousness that is by faith from first to last Just as it is written, the righteous will live by faith 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一致于信 如经上说记 义人必应信得生 When he meditated on this verse 当他默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He saw the truth 他看见了真理 That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s by His grace and mercy 然后他知道神的义就是叫着怜悯恩典 He understand what it means to be justified by faith 他明白什么是因性成义 He felt he was reborn 然后他感觉到他重生了 And Romans became to him a gateway to heaven 然后罗马书就好像给他是一个通往天堂的门的一本书 And he came up with the doctrine which was to become the foundation of our church 然后他开始写作 然后其中一个著作就是他开始了一个新教改革 So there are five foundation truths 然后这里呢他写了五个改革的基础 Only by grace 只因着恩典 Only by faith 因着信心 Only by Christ 因着基督 Only by scripture 因着圣经 And only for the glory of God 然后只为神的荣耀 He became the leader of the Lutheran Church 然后他成为了新议会的领袖 And help the church to be on the right path again 然后他帮助教会走在正道上 Two hundred years later 两百年以后 John Wesley The founder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Yohan Weisley Weili公会的创办人 He was reading the writing of Martin Luther 然后他读了Martin Luther写的书 About Romans that justification is by grace through faith 就是罗马书中写到的 称义是因着谋恩 因着恩典 He felt God work in his heart 他觉得神在他心里面做功 He put his trust in Christ Jesus 然后他把信心放在基督里 He put his trust in Jesus alone for salvation 单单信靠神 He felt that his sins were taken away 他觉得他的罪 And that he was saved from the law of sin and death 他觉得他的罪已经被赦免 使他脱离了罪恶和死亡的律 There were many others in the Olden Church That through the reading of the Romans They came to faith in Jesus Christ 还有其他很多的伟人都因着读了罗马书 然后遇见了神 One other very famous person is called Karl Barth 其中一个人叫做Karl Barth When we study theology, we always study Karl Barth 如果我们读神学或者是探讨神学 我们都会知道认识这个人 Karl Barth He says that every Christian must be a theologian 他说每一个信徒都是神学家 We must study about God 我们应该学习认识神 I hope that by the end of the study on the book of Romans That all of us will become theologians 我希望当我们探讨了整本罗马书过后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学家 I will start this series based on the verse 1 of Romans chapter 1 我会从罗马书一章一节开始去探讨 It says Paul, a servant of Jesus Christ, called to be an apostle and set apart for the gospel of God 一章一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 特派传神的福音 In Paul's time, when you write, you always introduce yourself 在保罗的时代,当你写一本书信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自我介绍 He introduced himself because he has never been to Rome before 他先自我介绍是因为他没有到过罗马 And in the first six verses of the book of Romans He introduced himself and give them who he was Introduce who he was 在第一章一到六节里面,他都介绍他自己 So, we are looking at Paul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保罗这个人物 The first thing that we know is that he is a servant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然后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他是神的仆人 In the Greek version, servant is doulos 在希腊文,仆人被叫做 doulos Doulos means slave Doulos翻译过来就是努力的意思 So, in the Old Testament, people like Moses and Joshua are servants of God 在旧约圣经,摩西和约束亚都是神的仆人 The nation of Israel is a servant of God 以色列也是神的仆人 But in the New Testament, the word is servant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但是在新约圣经,仆人这个字 But it does not only mean exclusive for the Jews 仆人这个字呢,只限制于犹太人 In the New Testament, the word is open also to the Gentiles 在新约圣经这个字呢,也用在外邦人的身上 We also can learn from the example of Mary, the mother of Jesus 我们也可以从玛利亚的身上学习这个功课 When the angel came and spoke to her 当天使向她显现的时候 Mary said, I am the Lord's servant 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 May it be unto me as you have said I want to let you know that if you are a Christian, you are a servant 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 那你就是神的仆人 You are a slav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你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Slaves have got no rights 仆人没有权利 A slave obeys the master 仆人顺服主人 What the master command he must do 你的主人吩咐你做什么你就要去遵循 Where the master sends him, he must go 你的主人派你去哪里,你都要跟随 So who am I? 我是谁 Who are you? 你是谁 You are a servant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你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In the English government 在英国政府 When you write a letter 当你写一封信 You sign off at the end and you say In her majesty's service 你会签名 然后在那个信里面说到 我是他的仆人 When I write letters nowadays I sign off in his service 今天当我签一封信的时候 我会给一个标题就是 我是他的仆人 I am a servant of Jesus Christ 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In the scriptures we learn that The rulers of the Gentiles They have authority over all their subjects 从经文来看我们可以看到 外邦人的掌权者 有权利去掌管奴隶的一切 But Jesus teaches that I am your lord and your teacher 但是耶稣教导我们 我是你的主 还有你的老师 I am here to serve 我在这里要服侍 He gave us an example to serve others 祂给我们一个服侍人的一个好榜样 He says that whoever wants to be the greatest Must be the servant of all 他说谁愿为大就要服侍人 Secondly 第二个 Paul also introduces himself as an apostle 保罗也介绍他自己是使徒 An apostle is one who is being sent A messenger 使徒就是被拆派去传道 It's like an ambassador of a country 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大使一样 You are sent to another country to represent your country 就是你被拆派代表你的国家 You are to speak on behalf of your country 你要为你的国家而表演 Paul is called to be an apostl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保罗被拆派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 An apostle is a title of great authority 然后使徒的身份是带着特权还有尊严 You carry the authority of the one who sent you 然后你带着你的拆遣者的特权 So an apostle is to teach and to defend the faith of which we are called to 然后你成为一个使徒或者是大使呢 你有一个伟大的权威去做教导还有坚持你的信仰 It is a position of great honor and privilege 是一个很特权还有威远的一个地位 Jesus called his disciples together 耶稣召集他的门徒们 He appointed twelve of them to be apostles 他召集十二个门徒成为他的使徒 Paul was called by Jesus on the road to Damascus 保罗是在他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被耶稣呼召的 He is called to be an apostle to the Gentiles 他被呼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Set apart for the gospel of God 然后因着神的福音被分别为圣 In Matthew we are told that many are called 然后在马太福音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被呼召 But few are chosen 但是选上的却少 I want you to think about this 我们鼓励 我鼓励大家要思考这一个 Because it is a very complicated understanding 是一个很难去明白的一件事情 But for today I want to say to us that many are called 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很多人被呼召 But only a few have responded 但是选上的很少 So Paul was called to be an apostle for the gospel of God 所以保罗是因着外邦人而被呼召成为一个使徒 So he introduces himself in two ways 所以他介绍他自我介绍 他有两种方式介绍自己 First he said he is a slave 第一个呢他称他自己是仆人 A slav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But then he carries with him the authority of the apostle 然后第二个呢他就带着他的权柄是神的使徒 Called by Jesus Christ himself 他自己是被主耶稣基督呼召 And sent to the Gentiles 然后被派到外邦人当中 For the gospel of God 然后为了神的福音被派到外邦人当中 The third thing that we need to note is that God is the most important word in this verse 第三个呢 上帝 上帝是最重要的关键 God is the most important word in this letter to the Romans 在罗马书信当中 神是最大的关键 Romans is a book about God 罗马写到 而他写到关于神 God Paul teaches this book about God 保罗教导我们关于神 The Christian good news is the gospel of God 基督徒的好消息就是神的福音 The apostles did not invent the gospel 使徒不是福音的原法者 It was revealed and entrusted to them by God 但是这一些都是神所启示的 The Bible starts with God and ends with God 圣经是由神开始然后由神结束 In the beginning God 其初是神 In the end it talks about us waiting for God to come back 然后到最后呢圣经说我们要等待神的来源 In between God came into earth as a man 然后在中间神到层肉身 We just preached about it It is Emmanuel meaning God with man 然后我们看见以马内利这个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This is the most basic when we want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other people 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重点 This is the gospel of God 这是神的福音 That God came into the world to save sinners 神将士为了要拯救罪人 That those of us who are separated from God can be reconciled to Him 这我们起初与神跡绝的我们能够接着祂被恢复的关系 That this is the theme of the book of Romans This is the theme of the book of Romans This is the theme of the book of Romans This is the theme of the book of Romans It is the gospel of God 这就是神的福音 神的福音是带给 史上迷失的这个世界 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明白的 是关于神的福音 最重要的 我们要从福音里面 知道的最大的关键就是神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要感谢赞美你 我们要感谢你 因为你让我们能够 认识保罗这个使徒 我们也能够认识 他怎样去经历你 然后你也给我们 我们智慧和聪明 能够去记录下来 当我们阅读的时候 我们能够明白 然后我们就会 越来越认识你 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 是这世界的救主 天父我们要感谢你 祷告奉靠耶稣名求 阿们 阿们 祷告奉靠耶稣名求 一份福音会逼 从主教管我 使我滑起力 充满莫大能力 高屈双手赞美你 我祝全心全忍 都给你耶稣 一身一意 我祝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将自己写上当作火器 照出圣剑归中的清明 一份福音会逼 从主教管我 使我滑起力 充满莫大能力 高屈双手赞美你我祝 全心全忍 都给你耶稣 一身一意 我祝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高屈双手赞美你我祝 全心全心全忍 都给你耶稣 一身一意 我祝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我祝荣耀的呼召 跟随耶稣 我祝荣耀的呼召 耶稣 吻水耶稣 爱我的祖 我爱你耶稣 高举双手赞美我主 全心全能都陪你耶稣 一生意义 我主荣耀的鼓掌 勇敢地向之宝 甘之旁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能都陪你耶稣 一生意义 我主荣耀的鼓掌 勇敢地向这标杆自宝 勇敢地向这标杆自宝 帮 我们用宁吉亚信经来兼顾我们的信心 我信独一的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 并造有形无形的万物的主 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在万世之前为父所生的 从神出来的神 从光出来的光 从真神出来的真神 受生的 不是被造的 以父一体的 万物都是借着主受造的 主为要拯救我们四人 从天降临 由圣灵感应 同真理玛利亚 起作肉身 并成为人 在本丢皮拉多手下 为我们钉石之架 被害受死埋葬 造圣经第三日复活 升天坐在父人右边 将来必有大荣耀在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他的国无穷无尽 我信圣灵为主 并是生命的根源 从父子出来的 与父子同受敬拜 同受尊荣 曾借着先知传言 我信唯一圣儿公之教会 众使徒所传者 我承认赦罪 是利的度一洗礼 我指望死人复活 并来世的生命 阿们 我们来一起领受主的祝福 愿上帝所吃出 人意外的平安 保守你们的信法意念 使你们认识敬爱上帝 和圣子我主耶稣基督 又愿全能的上帝 圣父圣子圣灵所赐的父 将在你们中间 常与你们同在 阿们 愿你们平安 回去事奉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在你里面 满有平安 生命全员 就在耶稣基督里 有处在我里面活着 我宣告在我里面地 一世上一切更有能力 我扑数这世界 别我高举耶稣的名 我宣告在我里面有 我宣拥有满有能力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永远的你 祝福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耶稣基督的名 在你里面 满有平安 生命全员 就在耶稣基督里 有处在我里面 发生在九十年代 一个奇妙小小的故事 就是在十八岁后 面对一个人生的开始 我总是沾沾紧紧 忐忑不定 懵懂过日子 就连喜乐也没有 直到雨天了你 Oh no 无论是FBCD 一二三十 我都分不清 生态那迷惘时刻 不知缺乏什么的动作